老公 这个好看吗 很漂亮 是吧 这么贵啊 是香奈儿还是LV的 你怎么只知道LV跟香奈儿啊 那香奈儿有最早给人当情妇的 你知道吗 葛 这怎么念 叫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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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 老公你不会念就不要念了好不好 你每次都这样 我上次过生日也是人家送我一个薄金包 你非得念Hermas Lmas Sillence H 好吗 不要每次让我这么尴尬 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好歹是个建筑师 外人都知道你是李金生的女婿 你这一言一行要得体 你别老让人看不起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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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真是窝囊啊 身为男人 我都替他觉得丢脸 身为男人 你们两个都他妈挺丢脸的 什么事啊 林先生 我不明白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 这个跟周梅把我有什么关系吗 好看啊这个 这是什么牌子呀 可遵 可遵 你有听过吗 这是四货人才知道的牌子啊 我怎么可能去买那个LV啊 富士啊 小尼尔给你啊 小尼尔你不知道她是人家情妇吗 没有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马上在那边就吃喝碗了吧 老婆 我问你啊 这准个客户的好神奇啊 我想送她一些礼物 我不知道送什么好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送 不胸的 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一般人不太知道 价格也挺贵的 不胸 不胸啊 我这位项链就是这个牌子的 好看吧 那挺漂亮的 喜欢吗 这是一个法国的品牌 叫不胸 一般人都不知道 不胸 大森哥呢 这看起来太贵了 我不能说 你喜欢就戴上 买个人的东西多贵多值得 挺夫妇的 新买的 好看吗 你看 挺好看的 这什么牌子 你别老问牌子行不行 我买它是因为它的做工 跟设计好 又不是因为它的牌子 你看 走起来 它免得齐 你脸都不疼 大森哥 我平时上班只能穿运动鞋 那你就下班再穿啊 一个女孩子 一定要有几双好看的高跟鞋 买鞋其实是买它的工 跟它的设计 不是买它的楼构 如果跟大家都一样的话 我不是很漏吗 喜欢吗 我的灰姑娘